來看郭宏志 他旅美這麼多年 在三月經典賽的時候 您剛剛也提到 其實大家對他寄望很高 可是其實表現得不算太好 也沒有為他後來的 大聯盟的生涯 來加任何的分數 那現在要回來了 也可以說他是回台效力 等於算是旅美的這一段路 已經收場了 大家的評價是如何 是的 主播 這個基本上很多人看他 並不是光看他的球技 他或許在經典賽 投的並不理想 但是大家都覺得 他在中華隊擔任的角色 是非常稱職的 他等於跟王建民是 共同擔任一個老大哥的角色 王建民的個性是比較內向沉默 那郭宏志就是比較喜歡開玩笑 他很容易帶動氣氛 那他在這一部分 其實對球隊的幫助 是非常非常大 那他其實回來 台灣不見得是說 他在美國已經沒有機會 他其實在美國他也是可以打 他可能只是小聯盟 他還是有機會往上爬 那這也不一定 但是他既然選擇回來 那就代表他希望能替台灣棒球 貢獻他一點力量 畢竟他在美國已經待了這麼久的時間 所以這對他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那很多棒球人 也對他充滿了期待 其實大家真的張開雙手 歡迎他回來的 回到自己家鄉來